早安 好了 节点01分啦 我们开始了 这个是不是又开启了 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爸爸 谢谢你给我们新的一天 谢谢你给我们 渐渐凉爽下来的天气 孩子们真的很感恩 可以在这样一个早晨 多睡了一个小时 可以一起来赞美你 有充足的气和呼吸 和一颗想要亲近你 学习你的心 求你纪念孩子们 想要爱你的心 孩子们真的想要 求你来教我们怎么爱你 怎么赞美你 孩子也知道 如果没有你的圣灵在这里 孩子说再多 也没有用 因为孩子实在是很软弱的 但是孩子谢谢你 照着你的应许 你说两三个人在一起祷告 你就在我们中间 所以我们知道 你今天就在这个小小的车库里 孩子们感谢你 不嫌弃我们唱歌 没有天使好听 孩子们就是感恩 你给我们声音 可以赞美你 这样祷告 祈求 求你来带领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小时 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好的 那我们一起祷告了 接下来下一张PPT 让我们一起读经 今天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好 在下一张 我们今天一起来读这一段 争取下个礼拜开始背这个 以福所书五章十九节 当用诗章送词 林哥彼此对说 口唱星河的赞美神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那今天先不背 但是下个礼拜我们要开始背 慢慢的把圣经的话和诗歌一起都记在心里 好的 下一个 好的 那接下来来唱我们今天的诗歌 今天的诗歌是有破晓 晨曦 晨曦破晓 这首第三首呢 是之前 我们很早之前有唱过 但是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圣诗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 也来思想 这样一个早晨 特别适合唱的歌 可以吗 我小的尘息 充满了希望 小了儿情可以去高唱 每日要欢喜 每日要颂扬 每日的丰富 主恩无良 心与领大地 彩虹飞天上 清朝儿的座 这样伸张 每日要欢喜 每日要颂扬 天赋的大海 又热又慌 我拥有尘世 我拥有朝阳 远行在日天 抬出智光 每日要欢喜 每日要颂扬 生命远远离 越久越长 感觉这首歌 很多的同学还没有唱起来 有一点稍微找不着调 那如果你们连调都找不着 我们就感觉这个歌词 也不太可能找得特别到心里面去 那我们一起来把这个歌词看一下 问题 number one 这首歌词的第一段 为什么要去讲 描述 小鸟 为什么要去描述 陈希呢 这个作者想表达什么东西 我们唱歌 跟小鸟有没有唱歌有什么关系呢 有哪位同学思考一下 我们不是要用悟性歌唱吗 唱歌的时候就是要想一想 一个是陈希充满了希望 小鸟就是要送羊 很棒 所以小鸟的送羊跟希望是相连的 谢谢uncle 起得uncle的这个思路非常好 就是往这个方向想 一个呢是因为小鸟的歌声通常是在早上 这个就会让我们想到在音乐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一个叫natural association 一个叫associate association 第一个natural association呢就是讲说自然的联想 很多的声音大自然当中 我们听到了就会有产生一个很自然的头脑中的联想和一个情感的连接 比如说打雷声 在所有的文化 所有的哪怕非洲的一个没有接触过西方文明的部落里面 他们听到打雷声所mimic出来的一个模仿打雷声的一个鼓声 他们就会产生一个联想 我们也会产生一个你的心也会好像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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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变得急起来 有一点点敬畏在那里有一点点镇静在那里有一点点树木在那里 那个很大的雷声下来对不对 这个就叫natural association 所以当我们听到鼓声震天响的歌你就会热血沸腾 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的诗歌里面很多的鼓 他们想要我们的情绪可以被激发出来 这些就是从自然的这个natural association里面出来 那像小鸟的歌声还有溪水沉沉的声音 大家听了就是会很容易很舒展很充满了希望很光明的感觉 因为在所有的整个地球的文化里面 都是小鸟一唱歌天就亮了嘛对吧 所以这个自然的联想它在音乐当中在艺术当中的体现会对我们产生情绪和思维中的联想 帮助我们把它用的好就可以用在赞美神上面 那在诗歌体当中常常会有这样子的隐喻啊 介遇啊和这种自然联想的借用来帮助我们用通过描写一个环境 来帮助你进入那样一个情绪进入那样一个情感 进入那样一个setting那样一个环境 说现在是早上我听到小鸟儿在清唱 这是一个安静的早上 你一个乱七八糟锅碗瓢盆炒菜声的这样子的一个示警器的早上 你是听不见小鸟的对吧 因为这些声音把小鸟都盖住了 所以一定是一个比较安静的早上 只有你能听见 然后你的心是安静的 然后你的心是要赞美神的 所以还没有进入生活一天的忙碌之前的早上 你来到神面前一曲高唱充满了希望 破晓的晨曦本身这几个词就代表了清晨的希望 对吧 那在这样一个早晨我们是不是要鼓励自己啊 又有一个新的一天了 我们可以来欢欢喜喜的送养他 今天他赐给我们的丰富送养什么呢 你看他前面每日每日每日 后面终于给出了冰雨 我们要做什么 是因为什么主恩无量 那我们一起来吧 第一段念一次 然后念过去的时候 你也想思想这个作者的用意好吗 预备齐 破晓的晨曦充满了希望 小鸟儿清唱 听歌一曲高唱 每日要欢欣 每日要颂养 每日的丰富主恩无量 那问大家一个问题 今天我起床得知我的好朋友 她的孩子三岁半得了脑癌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如果我是她的爸妈 如果我是 我代入一下我好朋友的情况 我的环境这么难 我有没有办法再选择欢欣送养 想到主恩无量呢 可以吗 很难对不对 但是我们当唱这样的诗歌的时候 她在这里唱 没有跟你讲说 环境这样我就不能了 对不对 圣经里面讲到喜乐 常常喜乐在患难中也有喜乐 在彼得前后书里面也有讲到 喜乐和选择要颂养 每日我要去欢欣 每日我要去颂养 这是一个选择 环境我们没有办法选择 就像这个孩子 他得这样的病 我的好朋友 他们就现在很深的忧伤 担忧 我要怎么办 这样子的里面 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 我们可以选择 我还是可以跟他一起说 我们一起来唱歌吧 在这个歌词当中 通过唱诗歌 他自然的就把这样的话说出来 那根据刚刚讲的 natural association 自然的联想 会把他的注意力 从我的环境上面联想到哪里去 主恩无量那里去 把你带到另外一个属天的角度去看 说不定在神那里 有一个我想象不到的医治 在激烈地有香膏 有一天这个孩子一定会得医治 那我想到主恩无量的时候 我就感觉有希望了 对不对 我的晨曦就有盼望了 我知道我的孩子 不管他活多少岁 还能不能接受多久的治疗 但是至少他的灵魂是有希望的 我的环境是这样 至少我今天还活着 我还在呼吸 这个本身就是主恩的丰富和无量 可以去跟魔鬼先生宣告说 你今天不能用环境困住我 因为我要选择欢心 我要选择颂养 今天我还活着 我还在喘气呢 这个就是主恩无量了 我还活着的这件事 本身就足够我去感恩 感恩天父的爱 有热有光 我们活在今天有热有光 看到外面的太阳就可以感恩 看到今天下雨就可以感恩 看新雨淋大地 今天早上有一点点雨滴 彩虹飞天上 青草而得着滋养生长 这些natural这些生命 你会看见神怎么样照顾他们 你就有一个盼望 盼望真的会给你活下去的动力 他会在你心里面激发你 想要去赞美 后面就变成这些是我的了 第三段就说我拥有晨曦 我拥有朝阳 就从这个环境转到我 所以我要怎么样 我更加要欢心要颂养 因为生命与能力越久越长 为什么我敢说这个话 主这么应许了 虽然孩子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你不知道他们以后会变成怎么样 你跟孩子的关系会怎么样 但是我们有这个盼望的 因为在主那里就是会越久越长 在永恒的里面 我们可以越久越长 主会保护我们 他的恩典是无量的 他的爱是会在那里 他不会离开 以后我们一起在天上 就是越久越长 那带着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从外面的环境 放下你自己的环境 然后回到我的心说 我可以拥有今天 我可以拥有晨曦 我可以想到太初运行在伊甸的那个光 今天照在我身上 我不是一个罪人了 就cover了我 我要关心 我要颂扬 我有盼望 我有应许的恩典 那我们一起在起立 带着一个不一样的心 去思想这个歌词 然后一起来唱 然后一起来唱 我和亲歌 一曲高唱 每日要欢喜 每日要颂扬 每日的丰富 主恩无良 天赋 天赋的大海 天赋的大海 每日的幽黄 我拥有残世 我拥有遮阳 我拥有残世 我拥有遮阳 我拥有遮阳 人现在伊甸 太初痴狂 太初痴狂 每日要欢喜 每日要怀喜 生命与难里 越久越长 和在副歌里面 何等丰富最高的地方 然后大家记得高音要怎么唱吗 不是一下子音拔上去 而是从你的气纤上去从上面放下来 所以在前面的时候就吸满一口气 然后准备好 OK 我难以形容高潮族行深大地域 长阔高山似乎相同 施足分寸多如影游 生前孩子遵究 是我罪人余生好好 生命一切最有 阿神之海 何等丰富 为他无限无量 永远坚定 永远不变 天是神徒送扬 世事长伤 变化无定 君王的位 转眼几时 世人如今 拒绝真身 他日比满 忽山求是 但神之海 永远不变 为他无限无量 向人所显 救赎恨天 神徒天是颂养 阿神之海 何等丰富 为他无限无量 永远坚定 永远不变 永远坚定 永远不变 天是神徒送扬 天上诸天 当为智障 天下万金 当为笔杆 世上海洋 当为墨水 全球温然 集合骨干 耗尽之旅 描写深海 海洋墨水 悔干 安全水长 如天连天 人难表达 偷藏 阿神之海 何等丰富 为他无限无量 永远坚定 永远不变 天是神徒送扬 阿们 非常美的诗歌 大家稍微坐一下吧 那谁还记得上一上几周 我们都强调了一个唱诗的时候的重点是什么 首先站 我们要怎么站 对 是这样平行的呢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前后的 对 这样你的前后左右都是稳的 然后呢 整个人是放松的 随时可以跳起来的 所以你的膝盖是灵活的 不是lock住的 不是锁住的一个膝盖 然后呢 你的腰是你使劲的地方 所以你的核心腹部要有力 然后气呢 是要充足的 为什么我们要用手去帮忙呢 因为整个肢体都是连在一起的 当你的手上去的时候 你的下面就变大了 对吧 因为里面的恒果膜就很自然的打开了 当你打开的时候 你的胸腔横向打开的时候 你的胸腔就变大了 那你胸腔里面的气和肺部呢 它就可以吸更多的气了 然后当你这样子的时候呢 你里面的恒果膜也会有一个 有一个模仿你 所以当我们的思维想到哪里 眼睛到哪里 你里面的很多器官是会跟着你动的 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 所以他常常叫我们眼睛要看他 对不对 因为他知道我们眼睛看哪里 他知道我们在学什么的时候 里面你的身体器官会很自然的去反应 那我们唱歌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几点 站姿要怎么样 稍微有一点前后 肚子里的气要怎么样 吸饱 然后身体要怎么样 放松 特别是脖颈不要跟着脖子唱 OK 然后下巴不要凸出来 尽量的往回缩一点 然后呢下额线啊 还有嘴巴啊 都要放松 然后眼睛要看哪里 想象的歌词 对跟着歌词往上走 用你的手来帮忙 好像你的手像你的气 或者你想要唱的线条一样 这样画过去的时候 你的身体很自然的会把一个句子唱满 好吗 那我们如果把我们的歌 想象成一个线条的话 下一首 嗯 它是一个线条相对有一点长 和有一点圆弧形的 那我们假装手里有一根线 你要拉着它 这样拉过来 OK 不能中间断掉 那他做时 换掉 有定时 换掉 这样子就好听了 对不对 再换一种 你听听看这个线是断的啊 他做时 有定时 按他时候 能成 就 美好时 是不是就不好听了呢 那我们的句子越长 像杨老师他的气特别长 所以他可以中间不用换气 那我们呢 可能要一半的地方就换气 但是你的线要拉伸stretching 不是他做 他做时就马上断掉 他做时 有定时 听到后面的那个线条 要连下去 这句话要讲明白 不能讲到一半就断 这样子就很奇怪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把线画起来 所以把你的手拿出来 好像手里有一根线去拉它 然后换气的时候 你就赶紧放掉 重新拉一根线 可以吗 手拿出来哦 预备 前面有 前面有这个前奏 准备拉线了 他做时不能放掉 换 有定时 按它 按它时候 慢一点 成就 美好事 放掉 主求求你美丽之时 教我明白你心思 我愿遵惜你之意 等候你 Ready 帮你做时 换掉 有定时 有定时 吸气 按你时候 能成就 美好事 换 换 祝我 先生 情依 你 我 口 酸 上 的美丽 我愿 令你心 慢 一换 等候你 不要放掉 可以 那我们一起来 没有伴奏的轻唱一次 那这次没有伴奏 来cover我们断掉的气了 所以大家 请起立 按照我们刚刚的站姿 第一步是什么 稍微有一点点前后 对 平衡的 动一下 前后左右动一下 我不会摔倒 OK 对了 然后手拿出来 微微 膝盖稍微弯一点点 然后呢你的腰是挺的 但是你的上半身是微微前倾的 就是一个准备要跑出去的姿势 OK 这样你的力就在 就你的重心就在你的腹部了 好 预备 吸气 他做事 换 有定事 换 按他时候能成就换 美好事 主救你每一只事换 教我明白你心思 我愿尊心你指一等候你 谁做事 你做事 你做事 有定事慢慢下来 按你时候能成就美好事 我愿令你心满意等候你 非常棒 你们听到你们的线条了吗 很有进步 很棒 很棒 很为你们开心 但是不要只是在这里唱的时候有啊 出去唱的时候也要有 好大家请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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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